哈喽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煎一块三文鱼排 那三文鱼呢买回来 一般都是这个形状的 中间有块大骨头 是鱼的脊椎 那如果我们就这样煎的话呢 鱼肉熟了以后会收缩 那这个块骨头呢 就会更突出 一来呢不太漂亮 二来呢容易磨损我们的锅子 所以我喜欢 把骨头剔掉 把鱼刺拔掉 这样呢比较像 正宗的西餐 更受欢迎 我们先把鱼刮掉 冲洗干净 用纸把水液干 然后避开裙边 靠近一边的骨头下刀 刀贴着骨头往前走 大骨头过后 我们就把鱼躺下来 前面就是几根大刺了 抓捞上面的半块 稍稍提起 贴着鱼刺 轻轻向前移 这个时候你可以带掉一些肚子里面的油脂 剩下来的半块同样靠着骨头下刀 然后你可以把刀准处 换一个方向 看你哪里顺手 哪里方便 白色的油脂太多可以把它去掉 然后我们拔刺 用手摸 这个平面太窄 它可能都断在里面 那侧面一定有感觉 那碰到尖尖的就用钳子给它拔出来 要顺着鱼肉拔 仔细检查 一根都不剩 接下来鱼身上撒些盐花 让它入味 这个步骤你也可以省掉 直接煎 吃的时候拌一酱料 配海鲜 用tata sauce 我觉得很好 wrench也可以 那你也可以简简单单做一个你自己喜欢的 煎鱼的火候和锅子都没有煎牛排来的讲究 放一丁点油 喂的是鱼皮煎得漂亮一点 待会鱼里会出来很多油 油热鱼下 撒一点黑胡椒 就不要动它了 我们可以盖上锅盖 让它熟的快一点 中火三分钟以后 准备开盖 翻面 那如果鱼厚厚的话 你四面都要煎到 如果你第一次上手 你不要买这么大这么长的 不太容易弄 只要煎到金黄 脆脆的才好吃 西汤管理 皮都是去掉的 但是 皮无营养 而且煎好后脆脆的 很香 很好吃 所以在家里做的话 你尽量留着皮 大约五六分钟这样 一磅上下的鱼排 应该熟透了 那中盘的时候 因为带皮 所以最好皮炒上 保持它的脆度 那也或者这样 比较美观 但是如果你喜欢吃皮的话 把皮先卸下来 放置一边慢慢享用 好 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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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